小熊在26岁时因为参加活动第一次吃马卡龙 当时她吃了之后还很开心去美甲店做指甲 结果做到一半突然觉得眼睛很痒 美甲师也觉得有点不对 让她赶快去照镜子 结果发现她眼睛肿得超严重 后来她紧急到紧急诊室接受治疗 医生判断是急性过敏 立马帮小熊打针 状况才慢慢缓和 由于当时吃的是杏仁口味的马卡龙 所以她一度以为自己对杏仁过敏 所以开始不吃杏仁 直到有一次意外吃到杏仁 才发现自己不是对杏仁过敏 医生也透露可能是对马卡龙添加物过敏 而当时医生也说如果再慢一点来医院 气管闭锁太久 她有可能就会马上脑死 让她现在看到马卡龙都好有阴影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